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牙式教育长大 你做这些能挣钱吗 这是他跟我说过最多的话 曾经我觉得听爸爸的话 毕业继承家业就好 直到我出去读书 我发现有两个孩子的母亲 也可以成为学校社团的主力 50多岁的阿姨也还在继续深造 我突然想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于是我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打拼 为了让父亲能够更理解 我经常和他分享我遇到的人和事 我想让他看到我的成长 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挣钱 我觉得他过得并没有那么快乐 我们要钱肯定是为了享受更好的生活 那如果你拿到了钱以后 反而不幸福了 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想先锻炼和充实自己 我认为这是比挣钱更重要的事情 我平时还有一个习惯 会随时随地地记录自己的想法和见闻 一方面很方便 不容易忘 另一方面从想法到打字的过程 也是一种梳理学习的过程 朋友都说我性格温和 但在这方面反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比如我很难拒绝别人的热情 最难的事情就是朋友的请求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特别爱喝酒 然后他每次喝就必须要喝尽兴 先把酒直接拿过来 然后直接开了 然后直接给我倒上 我就看着他 然后他说 是不是就跟女生喝不跟兄弟喝 我太难了 想说有个不喜欢男生 但他很热现在 那一表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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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